我们今年是计划引进25架飞机 其中有16架737 1架330 以及8架787-9 787飞机从它的技术表现和市场表现 在我们海航我们都是算比较满意的 它的蓝油的经济性 还有飞机的舒适性 以及它在市场 尤其是在点对点的市场上 综合表现 我们都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787飞机在我们的国际市场上 尤其是我们的国内的一线对二线 以及国内的二线城市 对国际的一线城市的航线开头上 应该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它的航程 它的飞机的座位数 非常适合这样的航线 这个Vorgion Australia的我们的参股 尤其是在中澳航线 这个是目前的增长比较快的市场 我们会在这个市场将来的机会会更大一些 在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以及中国这个促进油持续增长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中国的国际市场具有比较大的增长机会 所以我们会持续地去关注这个市场 并积极地去开拓新的市场的增量 所以我们会持续地加大国际的开拓 国内我们是在目前国内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资源相对紧张的情况下 我们会去加大二线三线城市的开拓力度 并且会去配合我们的国际市场的开拓 做一些配合